校园紧急伤病危机处理是当前校园安全重要课题 包括事前预防、事件发生时的应变机制 以及事后的追踪、关怀和辅导 对此教育局定定了校园紧急伤病处理三部曲 学校全面检视校内的紧急伤病处理规定、流程、分工、通报等相关措施 并且透过系统性的编撰校园紧急伤病处理手册供学校参阅 让学校能够建立一套完整的紧急伤病处理作业 一个伤病的突发事件它的时间非常的紧急急迫 所以它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原先整个送医的一个流程 从那个紧急救护到救护车来 然后平时就把相关的一个救护的一个SOP 就是相关的像救护车要停在哪一个门 然后相关的演练都要非常的细腻 那平常就能够跟相关的单位 尤其像我们的消防局都有紧密的合作 那我们会在演练的时候 平常我们的学生老师都能够非常掌握 这样一个紧急伤病的流程 然后在碰到偶发突发的时候 能够依照我们的SOP来进行 张明文表示 教育局编列了800万左右的经费 为全新北的学校建制了紧急伤病救护箱 里头有多项生命真相侦测以及维持设备 让校内的救护人员可以在发生事故时 待到现场做处置 增加黄金救援机会 同时建立常态化的紧急伤病处理演练机制 纳入防灾教育的重点实施项目 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补助了紧急伤病的救护箱 能够让每一个学校重视孩子的健康 当然这过程中背后是有一个伤痛的故事 就是一个非常爱学校的孩子在学校过世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冲击跟伤害 所以我们特别能够纪念这样的一个同学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伤病的紧急流程建立以后 编制成手册 更重要的是在防灾演习的时候 纳入师生的一个演练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确保健康 教育局表示 校园是孩子在住家以外的生活环境中最安全的处所 让每一位家长要都能放心的让孩子进到校园 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责任 因此全校教职员工对于校园紧急伤病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共同组成紧急伤病应变小组 建制完善的校园安全网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导